我們是東京東橋 我是包伯 主人 終於來到我們的隨機冒險的第七集了 好 那抽籤的過程請看以下片段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四到六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4站 1、2、3、4 青海 入松和田 牛站 1、2、3 2、3 2、3 3 那今天的第一站 若松和田 其實是位在新宿區 算是蠻熱鬧的地方 可以看到 他的距離新宿車站 做督營大江戶線的話 大概只要10分鐘就到了 若松和田這邊我應該還有來度一兩次 那我的目標就是住宅區 那我剛剛很認真地找到路過Maps 我看啦 就是這邊可能比較能夠玩的地方 就是這個 蠻大的公園 然後這邊中間有個相更山 十幾年天有去過 感覺VV應該還OK 然後我們去找個早餐之後呢 就去相更山看看吧 好 剛剛那個出發前 我們不是有在 那個列車上看了一下地理位置嗎 對 然後我發現這邊是在 新宿跟神樂板就算中間 對 然後你剛剛不是說你散步還蠻常經過 對對對 還蠻常從 因為我還蠻常從 我家裡一路出發 然後經過新宿 然後再到 找到田 在神樂板的附近 所以我蠻常經過路中的田 但我 基本上我沒有好好的 看這區有什麼東西 對 因為也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 對啊沒有什麼 但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還更適合 居住的一個區 我覺得它很乾淨 然後路也很 算蠻大的 然後旁邊的房子看起來好像也是 就是 稍微 有 我覺得有舊有新 就是舊的房子也有 然後新的房子看起來也是一樣 對啊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這邊這種小巷也是很標準的 住宅區域的感覺 蠻多那種 集合住宅 比較少那種 就是一個人的那種 對 但也是有一點 剛剛有看到幾個 超典型 集合住宅 這邊有一家 賣便當叫媽媽Cook 對 你們住的地方有像這種賣便當的小店嗎 還是因為你 沒有耶 因為我住的區域應該超市比較多吧 因為大家就買回去住 因為我住的是住宅區 對 所以比較少 那應該是通常是有辦公大額區 才比較會有賣便當 啊 因為上班族中午可以吃是嗎 可以吃便當 這種感覺是高級住宅喔 對啊 不錯 其實東京的那個街區裡面還蠻多是高級跟一般住宅跟集合住宅穿差齁 第一次看到這種房子就是它一樓有一個類似鐵捲門把窗戶蓋起來 然後上面就是一般的住宅 我只是對這個可能怕隱私侵犯或是 對或是防盜之類的吧 那公司在東京有分公司 好 其實我真的還蠻喜歡做隨機冒險這個主題的 因為東京通包 我沒有其實懂大在的一些咖啡店等等 但是今天來到這種 這些小站啊 有沒有來過的地方 反倒可以去找這邊比較知名的一些飲場 這完全不知名的飲場小店 我覺得非常流緒 對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搜尋了一下 然後發現附近沒什麼東西 然後原本想說那是個Towlis 就是那種連鎖咖啡廳 但是後來又認真找了一下 發現這邊有一個評分 Google評分好像4點多的咖啡 然後有開 結果走過來之後 哇完全超過我們兩個的想像 對就是因為它的建築物啊 然後內裝 然後還有包含我剛剛喝它的咖啡 它的咖啡是屬於那種比較fruity 然後不苦的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嗯 讚讚讚 好情願我們現在要出發前往哪裡 我們要前往一個蠻大的公園 叫香根山公園 他應該也不是什麼知名的公園 但是我覺得今天氣不錯 在公園散散敫敷 應該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活動啦 好 走了15分鐘之後呢 我們來到這邊叫香根山公園吧 然後我們後面等一下會上去一個 就叫湘根山的地方 雖然我們人不是在湘根 但是我們也來到了湘根啦 Let's go 這邊是護山公園 我剛剛講錯了 不是湘根山公園 這是護山公園 只是護山公園裡面有湘根山 我們歷經了百般波折之後呢 我們終於登頂了 我們現在的標高是44.6公尺 對那如果你想要登頂的紀念書的話 你可以在附近辦 好像是免費就可以拿一個登頂證明書 你就可以跟朋友訊號說 我爬了湘根山 這邊應該是 為了拍片摔倒 這邊應該是我聽過 那個烏鴉聲最密集的公園 對 所以我決定叫他烏鴉山公園 烏鴉山 烏鴉山 下一咖就台場見 接下來我們從新宿附近的若松和田 坐車一個小時 來到江東區的青海站 青海站大家可能沒影響 不過呢它基本上就是在台場這一塊的腹地啦 那你現在的心情怎麼樣 我的心情是 我們找個中餐來看 非常緊張 因為這邊感覺只有一些物流中心 還是什麼的 甚至要到百貨格斯裡面 或是之後可能要飯店下面吃中餐 沒想到青海這邊其實是我超常來的地方 只是我沒有在這邊搭過車而已 那這邊很安全啦 就是台場的區域啦 讚啦 我們已經查好青海站的行程啦 那其實比較可惜 因為青海站這邊 它原本是有Venus Fort 就是一個購物中心 那那個現在已經整個打掉了 然後Team Lab Borderless也是暫停休業 所以還蠻可惜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 就是這個水這邊的公園晃晃 然後呢 我們會有一點微微的犯規 因為現在已經中午快一點了 所以我們要去找飯吃 那可能就沿著這邊散步 那到就是Telecom Center附近 那看有什麼可以吃 那如果真的 覺得沒有什麼好吃的話 可能就吃便利商店啦 對我們把台場的那邊的好吃的東西 留到以後的車站吧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紫陽花 Road 但是紫陽花應該是五六月才開的花 所以現在就是普通的Road而已 不過這個海邊風景還是蠻好的 對啊 這個有公園有草 然後又有海 嗯 不錯 我覺得青海這站很神秘 就是我昨天抽到的時候 然後一時間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哪裡 然後今天你也不知道在哪裡 對 然後今天我們來了之後才發現 它其實竟然是 Venus Ford的其中一個出口 對 對 真的 這名字可能覺得不太市區吧 對不對 就有海之類的 我女朋友說它只知道青梅跟青海 不知道青海在哪裡 而且 那個Team Lab Borderless 我們明明就有去過 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有在 這一站或是 附近下車 可是也完全沒印象 我們找到一個可能可以燒中餐的地方 叫做Food Carnival 我們來看看吧 那我們剛剛逛了裡面逛一圈 覺得那個食物感覺有點像夜市會出現的食物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對啊 而且如果是台灣夜市應該還比較好吃 說實話 對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再看看 我們運氣好不好 能夠吃到一些 接鎖餐廳 我是希望有個地方可以坐一下 OK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台廠 一個叫蔚來館的地方 對 其實我們以前有來過兩三次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上面 應該是最上一層樓的 飲食料理店 叫什麼 餐廳啊 對餐廳 好 找個東西吃 對 找個東西吃 然後這個地方它主要是有點類似 我物館或科學 台中科學博物館那種 然後進場 科學相關的東西的展覽 對 然後進場是不用錢 然後但是可能看其他展覽 是要有不同的價位 對 但是我們吃吃來吃 所以我們今天有點像說 去台中科博館吃飯 這個邏輯比較乖 這個地方超大 而且跳高 風景超好 等一下還可以到 阿蘇豆看一下台廠的風光 我原點了咖哩飯 我點的是炸豬排咖哩包 來吃一下 博物館裡面的咖哩飯 有比便利商店好吃嗎 嗯 應該有好吃一點點 咖哩還算有味道 但是飯比較硬一點 所以歐卡桑的咖哩飯 所以歐卡桑的咖哩飯 帶好吃 好 換我來吃 媽媽的咖哩飯 對 然後就正常便利商店 微波咖哩飯 耶 好啦 不過說實話 這個風景還算不錯對吧 這風景值一千塊 所以你倒賺五十塊 對 哇 我們在這邊的一樓看到 竟然有在賣昆蟲食 這隻是什麼 蟹蟹 大家敢吃嗎 這個是那個嘛 最恐怖的 啊 你說那個拉法 OMG 我們剛剛吃完了 好吃的媽媽咖哩之後呢 下一站我們要前往哪邊 明大淺 這邊青海到明大淺 大概要多久啊 我不知道我剛剛沒有查 但我才一定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吧 對 好 下一站接明大淺 咻 好 有錯了 我們離開青海之後呢 也是搭乘大概五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然後回到比較靠近都心的明大淺 明大淺位於東京的士田谷區 比較靠近一點的站呢 有夏筆澤 那他距離澀谷車站不遠 大概十七分鐘就到了 最站穩的啦 一出來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小小的商場 那有書店啦 類似按摩的整體店 超市等等的 那明大淺呢就是明治大學的前面啊 這一區就是明治大學的校區 應該比較知名的就是這邊 學生會常在這邊遊蕩啊 吃東西的一些商店街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這個 Spoon House 吃點甜點之後呢 那就在這 應該說商店街附近上走走看看吧 那跟明大淺站的車站共構有個小小的賞業設施 學區還蠻安靜的 對啊 我們今天就是一直在吵鬧跟安靜中 這樣子遊蕩對不對 對啊 我們才離開車站大概一分鐘 然後這個巷子馬上變超安靜 真的 住這邊也不錯啊 來 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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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喔 日本人 好 好 我真的嚇到耶 我想說才過一秒 結果這家咖啡店竟然在 要吃下午茶的時候 兩點到下午四點的時候休息 所以我們沒辦法吃得到 但是呢 它的那個Punket 感覺很好吃呢 有機會 大正時代的薄餅 有機會再來吧 哇 這個有停車位啊 然後自己獨立一間的 應該算蠻高級的 對 尤其在東京這種捷徑市區的 竟然可以買到這麼大的 我猜啊 可能包加地下來 地跟建築可能要一億 我猜 好歹 這裡跟我們上次在那個小巷子買 起司蛋糕有一點像 的確 就是 機能也不是說不好 但是確實 沒有太多特別的東西 對 我們可能要到等一下那個商店街那邊 再看看有沒有好玩的東西 柳暗花明又一村 沒想到 這個商店街好像有點東西呢 看看吧 不愧是那個給大學生吃的 對 該有的連鎖店 松の屋 松屋跟マイカレー 然後 休息の屋 所有屋都在這 對 對 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 焦糖 羊片 它上面那一頭是什麼 應該覺得漂亮的 我不知道還是冰嗎 是不是很恐怖 感覺有點像那個 熟泥齁 對 吃得看 那時候 冰 焦糖是冰 咧 我有點的這個是 Afrigato 就是把 Expresso 倒到 香草冰淇淋上面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布丁 還不錯 還不錯 最後我們從明大前 坐大概 30分鐘左右的車 經過新宿 就可以來到 惠比壽 那惠比壽呢 可能就不用多說啦 離色谷很近 然後同時呢 也是都心裡面 非常時尚 好玩的地區啦 我們的隨機冒險 來到第四站 惠比壽啦 那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的 隨機冒險算是蠻樂趣的 真的 輕鬆到我覺得有點無聊啦 有點不太真實 對 但是沒辦法 就好好利用這一次 算是休息一下吧 對 那在我們這麼熟悉的區域 吃飯應該就不用特別早了吧 對 所以我們就去吃一家 我們曾經吃過的 湯咖哩Yellow Company Go 好 惠比壽這個地方呢 雖然想說 不需要特別介紹 但是 為了預防 有些人不知道 還是大概講一下 這邊其實算是一個蠻 Hoshare 就是 日文可能算 算時尚的地方 然後 這邊 蠻多女生會來 那 這裡不管是晚上的餐廳 燒肉 對 或者是說 逛街都蠻方便 高級的法式料理 異國料理 等等的也是很多 然後這邊的房價 特別貴 所以你能夠住得起 惠比壽的話 代表說離的應該 錢應該是蠻多的 對 因為這個是三首線的站 然後它跟就是都心的大站都蠻緊 對 當然我們有認真挑的餐廳的話 就一定會吃百名店 所以Miano Company 3.73 很高分 咖哩版電動 超級汁 這個湯 哇 有股耀膳的味道 然後我點的是 tomato 番茄的那個 嗯 我點微辣 然後吃起來一點點 那個spice的味道 然後呢 我們就來吃吃看 加一個飯 吃吃看 這樣就好 超好吃 湯咖哩啊 我覺得我最喜歡吃韓國雞肉 它那個雞肉就會 把那個湯咖哩的汁啊 就吸得非常的飽滿 然後因為雞肉 它應該有燉過很久 所以呢 它那個 非常的軟嫩 吃吃看 這家的湯啊 比起一般的 我之前吃過的湯咖哩 它那個 番茄的甜味更加鮮明 然後 雞肉的話 雖然它是沒有炸過的 但是 我覺得它煮的 除了軟爛之外 還保有一點那種Q度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好 吃飽飯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我們就在車站附近晃晃之後呢 去看看免費的夜景吧 這台叫做 加克尼斯 是Ice 丁瓜 它在咖啡肉上面 有3.74 然後1000多人評價 也是2023 1.5 試吃囉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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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柚子啊 比較接近那個Sorbet 的口 就是口感 然後也非常的 就是清爽 然後它的那個 冰淇淋的部分啊 我覺得 不管是火雞炒 或是咖啡辣地 它的味道控制的都很好 就是吃起來很香濃 然後不會很甜 這樣一個小份的是500 好 那如果太子的話 可以吃它旁邊配的這個東西 這個鹹鹹的 類似昆布的東西 可以解膩的感覺 我這個是有夾紅豆 然後跟上面這一塊是吐司麵包 跟 這應該是奶油吧 下面是火雞蝦 然後上面這個是 鹹奶油 喝喝看 哇 甜點的好好喝啊 我們剛剛 吃完冰 那現在有一點下雨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要去的地方 在室內 對 我剛接沒辦法接 對在室內 在室內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巷子 現在right now 這裡是東橋Vlog的起源 對 那時候我拿iphone6 售吃 然後在這邊走來走去嘛 對啊 然後我們什麼在那邊壽司店 對 然後說這個 哇這個壽司一罐什麼100 對 那時候都沒有吃 都沒有拍 然後就直接亂撿 對 2017吧 對 那那個東西你們看不到了 因為沒有 從來沒有撿出來過 對 對 這一條就是 記我們之前在 池袋 Sunshine City之後 另外一條對不對 對 可以不用 像機場一樣 可以不用走路 可以直接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這個免費的館景攤 叫做 Top of Abyss 哇 這層樓都是一些 那種高級餐廳 對啊 這個 這看不到衣服 那應該 一人850 還便宜了吧 超級棒 好 在Top of Abyss的 Sky 來 Lounge Let's go 剛剛就是在這邊的38樓 看夜景 以上就是這次輕鬆自在的隨機車站遺跡 對啊 今天基本上都是在都內 而且 最後那個 我們安排抽到了惠比獸 所以就真的是蠻猶災的啦 好啦 走 大家看看 掰掰 拜拜 拜拜